他是新亿安坚东霸王李太龙的老大 江湖人称其为新亿安最后一个打仔 巅峰时手底下门声过千人 他虽然只是新亿安的红棍 但是地位堪比无虎时节 仅时过一下生日 新亿安龙头家族的主要人物 皆有道场贺售 他就是新亿安的超级元老文彪 文彪在1955年 生于香港奸杀嘴的一户穷苦人家 原名施文彪 正因为穷 施文彪早早地步入社会 减轻家里的经济负担 那个时候黑道势力横行 许多行业皆能看到黑帮的身影 最常见的就是在街边摆个摊 都能遇到来收保护费的蛊惑仔 见识到这帮蛊惑仔如此威武 施文彪新生向往 70年代初 施文彪破一生计加入新亿安 败入新亿安大总统林锦的闻下 林锦这人可不简单 当年新亿安的创始人向前被驱逐到宝岛 第二代龙头向华延继位之时 还显得十分稚嫩 压根就镇不住社团里的叔父辈 而林锦对向家忠心耿耿 便是在林锦的辅佐之下 向华延不仅坐稳社团龙头之位 还将新亿安带向新高峰 巅峰期稳坐香港重黑帮的头把交易 施文彪身材不高 但浑身上下都是结实的肌肉 力大无穷 再加上一张胖胖的大脸 给人一种彪悍的感觉 打起架来意识从不手软 真是人如其名 作为新入社团的马仔 自然要从底层坐起 施文彪也不例外 他成了一个收账的小弟 那年他十八岁 社团有一笔烂账要不回来 林锦便派施文彪去帮他收账 常言道欠债的往往就是大爷 对方见施文彪还只是个矛头小子 哪里将他放在眼里 施文彪虽然还青涩智能 但对方不屑一顾的表现 令他火冒三丈 只见施文彪握紧沙包大的拳头 一拳就让对方另眼相看 对方倒地之后 文彪一怒未消 手脚并涌 将对方打成重伤 也因此事 文彪入狱了三年 施文彪出狱后 紧跟大宗馆林锦的脚步 成为一个头目 继续为社团效力 那个时候 正好林锦让四虎之手 祭宝 先到尖沙嘴插袭 尖沙嘴最大的势力 还是十四K的黑白无常 新衍安到此地发展 难免会和十四K会有摩擦 那个时候 十四K是大 新衍安只能勉力支撑 好在有林锦 林胜兄弟在后面指挥 而施文彪的骁勇善战 则作为他们兄弟手中的长矛 指哪打哪 再一次 新衍安因酒店的泊车业务 与十四K产生了利益冲突 双方约好在街边的大排档谈判 新衍安由施文彪出面 十四K由化名为咖啡的头目做代表 那晚施文彪与咖啡立场不同 话不投机 施文彪火爆脾气很快就被点燃了 一声令下 身后马仔轻朝而出 纷纷掏出钢管 牛肉刀 朝十四K人群里砍去 双方势均力敌 施文彪见状 心想再这么打下去 胜负难料 立马从腰间掏出祖传的四十米大砍刀 直取对面的咖啡 咖啡见施文彪来势汹汹 百刀相迎 双刀碰撞之际 咖啡只觉得手臂一麻 长刀差点脱手 施文彪见此再来一刀 咖啡无力招架 被砍倒在地 十四K马仔们纷纷溃散 经此一战 施文彪名声打造 不仅成了西安的红棍 许多马仔听闻文彪的赫赫威名 纷纷投到麾下效力 巅峰起 施文彪的门声近千人 他手底下高手如云 最出名的 无疑是尖东霸王李泰龙 除此之外 还有江湖人称 尖东第一大仔的大九 全弯猛人 润永华章等等 靠着众猛人 新一安终于打跑14K 强势成为尖东一霸 其中势力最大的尖东 虎中虎黄骏 于1995年 在泰国的一场车祸中丧生 尖东一时间没了首领 施文彪便被新一安高层清点 出任尖东画市人 1996年 新一安与何胜河 因地产生意产生纠纷 导致新一安猛人 胡德超 遭何胜河重创 新一安高层勃然大怒 立刻派出施文彪 与大环商画市人泰山 两拨人马 联手直接到 何胜河的老巢 上环扫场 何胜河猛人 孰仔 寸仔 两兄弟 不敌文彪与泰山 败走后 何胜河社团 也是不甘示弱 派出社团猛人 傻老婷 双方一番龙针虎斗之后 傻老婷被施文彪 挑落马下 新一安直接灭了 何胜河的嚣张气焰 施文彪与傻老婷的梁子 也算结下了 在十多年以后 施文彪的门身 李泰龙 对上傻老婷的门身 文身中 李泰龙直接将文身中破相 以至于文身中 忍辱负重两年后 与老大傻老婷 联手做掉了李泰龙 江湖使称 图龙案 事实上 施文彪打败傻老婷这个时候 也为日后的图龙案 埋下了伏笔 1997年 施文彪看准时机 退出江湖 转身从商 将尖东化石人的职务 交给得意蒙生李泰龙 又见李泰龙嚣张跋扈 不可一世 多次劝他要好好做人 可李泰龙对于老大的话 左而进右而出 这也是他命丧文身中 和傻老婷之手的最主要原因 李泰龙脾气火爆的程度 比起施文彪 那是有过之而无不及 当年因两位富豪相争 14K大圈化石人 究帝与新亿安的龙头家族对上了 究帝是14K之中 最具实力的大佬之一 在谈判间 究帝独自面对 新亿安的龙头巷展伟 大总管林江 施文彪 李泰龙等人 面不改色 这帮新亿安高层 即便与究帝没谈拢 话语之间 却也算和和气气 李泰龙是在场众人之中 辈分最小的那位 却敢对究帝出言不逊 眼看双方火气十足 施文彪赶紧令他退下 做事如此不分场合 在江湖上 难免会与人结仇 2020年初 施文彪70岁受宴 在监东白酒40桌 宴经各路社团猛人 新亿安众猛人到场贺寿 就连新亿安的太平山大壮 都有到场 太平山大壮 便是新亿安的第三大龙头 向斩尾 要知道 龙头家族极少会参与江湖寿宴 这次到场 可见施文彪在社团中地位极高 新亿安大总馆临江 兼东化石人大酒 大黄山麻子 也有到场 除了新亿安社团的人马到位 和胜和的前座馆 兼五大元老之首的鸡脚黑 当年称霸波兰街的14K黑无常 世纪汉匪张子强的结拜兄弟 高士雄 也是到场贺寿 酒店里热闹非凡 工愁交错之际 施文彪趁机为自己的种菜生意宣传了一波 并表示 宴席上的蔬菜便是自己推出的产品 不难看出 施文彪退出江湖后 在商业上意识有所建树 好了 以上是本期的内容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 欢迎订阅点赞转发 感谢大家的支持 请不吝点赞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